困了累了喝红牛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提起这两句朗朗上口的广告语 无数消费者都会想起那罐金色包装的运动饮料 在2017年Brand Z最具价值全球品牌100强中 红牛排名第99位 整整卖了63.02一罐 不过很多人并不了解的是 这里所说的两个红牛虽然失出同门 但却并非一家公司 这个销量一度超越可口可乐的运动饮料 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 中国红牛与奥地利红牛又有何渊源呢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请立即观看10万个品牌故事之 红牛 谁主沉浮 从F1到山地速降 从高空跳伞到海上冲浪 因为频繁以赞助商的形式 出现在各种极限运动中 因此那些衣服上印着红牛logo的极限运动爱好者们 也被称为红牛赶子队 2012年10月14日 奥地利跳伞运动员菲利克斯·宝加拿 为了挑战超音速 在名为红牛平流层计划中 从天空的边缘奋力一跳 由于这极具观赏力 和令人肾上腺素飘升的瞬间 实在过于惊艳 于是 那次活动在YouTube上的同步直播 吸引了800万人次 几乎是2012年夏季奥运会期间 YouTube观众峰值的16倍 这段视频被广告时代评选为 年度十大病毒式营销 就连福布斯杂志都不得不对此创意 点头称赞 不知道有多少中国观众 在观看F1比赛时 思考过这个问题 那就是 中国的运动饮料红牛 如今已经牛到 可以赞助这项世界上 最烧钱的赛车比赛了吗 其实 这两个红牛并非一家公司 如今 他们的成就和所面临的商标归属问题 都要从泰国的饮料大王 许舒彪开始说起 1923年出生于 中国海南文昌的许舒彪 在两岁时就回到了泰国与父亲相聚 他成长于生活条件艰苦的贫民窟 在20岁时干上了退销药品的工作 1956年 凭借多年销售药品的经历 许舒彪创立了一家医药公司 名为天思医药保健 在长时间从事欧洲药品的进出口工作中 1978年 许舒彪的工厂研制出了一种 能让夜班工人也能保持头脑清醒的 滋补型饮料 红牛 他在1981年为事后大受欢迎 一度功不应求 同样是在80年代 时任的牙膏公司销售人员的 迪特里希·马特舒茨 到泰国曼谷出差 一下飞机就被时差所困扰 他发现 当地的人力车夫 和一种名叫红牛的饮料 于是也到药店买了一瓶 喝过之后疲惫果然一扫而光 之后 马特舒茨到达香港时 了解到 这种被称为 滋补饮料的产品 在远东各国也深受欢迎 多年的销售经验 让他看到了这款饮料 在亚洲以外市场上的潜力 于是他马上行动起来 找到了红牛的创始人许舒标 提出自己的合作计划 1984年 许舒标与马特舒茨 各出资50万美元 于奥地利成立了红牛 两人分别持有49%的股份 剩下2%的拥有者 是许舒标的儿子 许舒恩 奥地利红牛成立4年后 于1987年 推出了全新的功能饮料 红牛能量饮料 它与在泰国被视为 蔚蓝领阶层 专属打造的饮料不同 奥地利红牛公司 从一开始 就决定将这种饮料 打造成 时尚高端的代表 起初 红牛作为一款 运动功能饮料 因为口感特别 以及过高的售价 显有人问津 于是 马特殊辞大胆地 用运动来进行宣传 让很多年轻人 产生了好感 公司既负责产品研发 又负责媒体的宣发工作 这种当今 非常常见的运营模式 被红牛做到了极致 从你打开它的官网的 第一刻开始 就能清晰地领会到 所有带有 红牛标志的新闻背后 都是一场 惊心动魄的极限竞技 或许 更确切地说 红牛是一个媒体帝国 只不过恰巧也卖饮料 红牛投资成立了 红牛媒体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 不仅有自己的杂志 网站 电台和电视台 甚至还拥有 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 唱片公司 由于常年赞助或筹办 运动赛事 极限赛事 并与近500位体育明星签约 红牛媒体工作室的内容库里 储存了大量有趣的图片 视频和文字内容 每年红牛都会在网络上 免费发布大约 5000部视频和5万部图片 这些内容也会在 MSMBC ESPN等 体育电视台播出 2015年 奥地利红牛公司 在全世界 售出59.57亿罐红牛饮料 公司的营业额高达 59.03亿欧元 该数据在此后两年间 继续上升 红牛在不断提升了 自己的品牌形象后 也得到了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年轻人的喜爱 不过在中国 人们接触到的此红牛 却非比红牛 如今 围绕红牛这一商标 所展开的争夺 要追溯到1995年 提起中国的红牛 就注定无法绕开 出身于中国山东 曾在16岁时 赴泰国打工 后来 依靠房地产行业 成为泰国地产大亨的 盐斌 1995年 盐斌从许舒标手中 埋下了传闻中 长达20年的经营权 红牛也因此成为了 中国人最早接触的 运动功能饮料之一 在营销方面 盐斌也效仿奥地利人 大量赞助体育赛事 虽然中国的红牛 与奥地利红牛 是两家不同的公司 但是后者在F1赛事 和极限运动领域的投入 也无形中 为中国红牛做了嫁衣 一时间 提神醒脑 补充体力 和困了累了 喝红牛的广告语 火遍大江南北 红牛作为大众消费品 在中国变得广为人知 2002年 中国红牛推出了 第二代牛硫黄 加强型饮料 并且直接采用了 和奥地利红牛相似的 银蓝罐装包装 和英文字体 这让两款不同厂家的饮料 变得更加难以区分 虽然中国红牛没有上市 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它的销量 但是 从该公司 每年采购的罐子数量上 仍然能估算到 其在2015年 销量就已经突破了 47.2亿 近些年 中国功能饮料市场 异常火爆 而红牛 能始终保住 自己的市场占有率 这其中 也少不了 奥地利红牛 所带来的广告效应 近几年 中国红牛的日子 其实也并不好过 2014年3月 奥地利红牛进入中国市场 成立了 瑞布饮料贸易有限公司 销量一直不温不火 但从坊间传闻来看 奥地利红牛正在暗中使劲 曾有消息称 奥地利红牛 试图在中国红牛的商标授权到期之后 接管庞大的中国市场 从而独享 规模超过 650亿人民币的饮料帝国 也有业内专家指出 在红牛创始人 许舒标适逝世之后 其后人将泰国红牛的股权 出让给了奥地利红牛 随同转让的就是红牛的品牌资产 华冰集团在品牌授权许可到期之后 不得不和奥地利红牛 进行品牌授权谈判 而奥地利红牛想要入股40% 这让谈判陷入僵局 之前也有不少人在猜测 中国红牛会不会是下一个加多宝 事实上 两者除了商标授权问题以外 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很多雷同之处 中国红牛的金色贯装 在中国受众心里早已根深蒂固 且拥有红牛的中文注册商标 如果效仿加多宝 势必会有重生机会 但这也是一条血路 成本极为沉重 2018年3月27日 泰国天司发声明回应 在与中国红牛授权协议到期中止后 泰国天司将继续致力于 确保红牛品牌 在中国的长久和持续发展 其正评估各种方案 包括启用新的商业模式 作为回应 2018年4月 中国功能饮料创新发展大会上 华冰集团董事长颜斌 首次公开向媒体透露新声 红牛在中国的品牌授权 不存在到期续约的问题 他表示 我们之前签订的是50年的授权合同 现在才过去了20年 这场持续了两年的商标争夺战 如今依然悬而未决 在云涌风起的功能饮料市场 红牛的官司打得火热 围观者也在伺机而动 未来 谁会成为中国功能饮料市场的新主人 一切大案 都要等待时间来揭晓 作为动作游戏的电堂级公司 他曾开发过街霸 洛克人 升华危机 鬼舞者 怪物猎人 鬼气 给玩家们带来过无数快乐 同时 他也因屡次毁约 被玩家们疯狂吐槽 他是谁 预知详情 敬请关注下期节目